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庆祝二战胜利的时候 第33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却愤愤地对身旁的常务副国务卿爱奇逊说道 不要让我在办公室看到这个家伙 杜鲁门口中这个讨厌的家伙 不是指别人 而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原子弹之父 美国民众心中的英雄 罗伯特·奥文海默 在这次会面之前 杜鲁门本以为是一场皆大欢喜的表彰 谁曾想竟闹得不欢而散 谈到奥文海默 杜鲁门的心情相当复杂 这个人既是国家的功臣 又是一个不讨喜的天才书呆子 甚至还有可能是个叛徒 1904年 奥文海默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得意犹太家庭 他天资聪颖 兴趣广泛 18岁考入哈佛大学化学系 仅仅三年就以荣誉学生的身份 提前毕业 1925年 他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并加入到了卡文迪许物理实验室 此时的欧洲物理学 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 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 波尔建立了原子的量子理论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一同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并为原子能 核能等领域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 随着物理学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原子在发生叠变 或者聚变的过程中 会发生质量亏损 有一部分质量消失了 这部分质量转化成了 以热能为主的能量 根据智能方程式 即使亏损的质量很少 其放出的能量也是巨大的 能量等于质量成光速的平方 中的光速非常大 平方后数值更加恐怖 假如将这些理论付出实践 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呢 许多物理学家都想到了 那就是可以制造威力强大 甚至毁灭世界的炸弹 除在这种科技大背景下 奥本海默很快就感觉到 自己有高度的处理创意 和很强的数学能力 但在实验方面 却提不起一点兴趣 偏偏他加入的 还是物理实验室 这让奥本海默非常痛苦 与导师布莱克特之间的隔阂 也越来越深 奥本海默甚至在 布莱克特的办公桌上 放了一个注射过 有毒物质的苹果 好在布莱克特并没有吃下苹果 否则英国就损失了一名 皇家学会会长 和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看到奥本海默如此折磨 有人就向他建议 如果你真的对理论感兴趣 那就去哥廷根吧 这番话点醒了奥本海默 1926年 奥本海默转到了 德国的哥廷根大学 是从物理学大师 马克思伯恩 从事理论工作 对奥本海默而言 还是得心应手的 他与伯恩一同发表了 对分子的数学描述中 把原子核运动和电子运动 分开处理的方法 被称为 波恩·奥本海默近似 仅一年后 23岁的奥本海默 凭借量子力学的论文 获得了 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这里 他还结识了 与他年龄相仿的 海三宝 费米和泰勒等人 海三宝是著名的 德国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 被认为 是继爱因斯坦之后 最有作为的科学家之一 后来在二战期间 为德国工作 是德国原子弹项目的领导人 1927年 奥本海默回到了美国 他立刻就成为了 哈佛大学和加州理工 争抢的对象 他上半年在哈佛工作 下半年去加州理工 奥本海默还应邀 到加利福尼亚大学 和伯克利分校任教 他创立了 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中心 这让伯克利成为了 世界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 功成名就之后 奥本海默就逐渐放飞了自我 他曾在加州理工和好友 莱纳斯鲍林 一同研究化学研的本质 但奥本海默 却趁鲍林工作时 跑到他家中 邀请他的妻子海伦 去墨西哥优惠 海伦没有答应 并把此事告诉了鲍林 两人的合作和友谊 就早早结束了 奥本海默 还追求过一位名叫穷 塔特洛克的一学生 两人从探讨科学 发展到探讨文学和哲学 探讨地点 也从聚会厅 发展到了床上 在经历了一段狂暴的 感情关系后 塔特洛克在1939年 和奥本海默分手 同年 奥本海默又认识了 伯克利的激进学生 凯瑟琳普宁 凯瑟琳已经有过三次婚姻 当时她的丈夫 是医学研究员 理查德·哈里森 尽管如此 奥本海默还是与凯瑟琳 在一场派对之后上了床 1940年夏天 两人一起住在了奥本海默 在新墨西哥州的农场上 随后 凯瑟琳向丈夫 哈里森提出了离婚 因为他怀孕了 孩子不是哈里森的 1940年11月 奥本海默与凯瑟琳正式结婚 成为了他的第四人丈夫 两人诞下了一儿一女 摆脱经济危机后的美国 一片岁月静好 人们能在荧幕上 欣赏刚上映不久的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还有汤姆猫和杰蒂鼠 在孤行主义思想盛行的美国 人们似乎从来不关心战争 也不关心量子力学 能给军事领域带来什么变革 不过美国不关心 不代表其他国家没有想法 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从旁观者 正式走上了二战牌桌 这时美国赫然发现 自己已经在原子弹领域落后了 横在美国面前的 正是他的对手 德国 早在30年代 德国就是科技最发达 和物理学最先进的国家 诸如爱因斯坦 距离夫人 海森堡 炮利等人 都是物理学界 叱咤风云的人物 1933年 希特勒上台 德国开始整军备战 扩军的同时 德国加大了对武器研发的投入 1937年 德国首先开启了 研制原子弹的油计划 1938年12月 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 和福利茨 史特拉斯曼 发现了油核裂变 进而掌握了 使原子核分裂的原理 制造出原子武器 只是时间问题 而美国此时 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出走美国的爱因斯坦 在利奥希拉德等人的协助下 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 表示德国 已经在原子能方面领先了 美国应抓紧时间 进行研究 以防德国率先 研制出原子弹 收到爱因斯坦的信件后 美国海军 向哥伦比亚大学资助了6000美金 希拉德等人 联手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实现了美国首个核裂变反应 算是验证了 德国科学家的发现 1939年6月 二战爆发前的三个月 英国的奥托弗里斯 和鲁道夫·佩尔斯 对油235的临界质量研究 取得了重大突破 同年 英国向美国公开了 自己的科研成果 但他们留意到 美国的科研计划规模 甚至没有英国的大 进展也没有英国的快 原来 美国高层对 是否大力研究原子弹 一直举其不定 美国科学家 虽然对原子弹的机制 努力方向 还有费用 所需时间 有了大致的构想 但庞大的工程量 已经超过了科研机构的能力 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担心 德国率先研制出原子弹 罗斯福接受了布什的建议 把全部的研制和管理 移交给了军队 并赋予了该项目 最高优先权 1942年6月 罗斯福批复了布什的报告 美国正式出台 曼哈顿计划 该计划为陆军部主导 由美国陆军上校 莱斯利·格罗夫斯负责 这个时候 格罗夫斯找到奥本海默 要求他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这项决议很不可思议 像奥本海默这种信仰不坚定 又放荡不羁的好色之徒 怎么能成为 美国绝密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呢 在当时的人看来 奥本海默不但风流成性 还与许多政治势力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比如奥本海默的父亲去世时 给他留下了39万美元的遗产 这些财产中的一部分 被他拿来资助 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 经济大萧条期间 奥本海默同情工人们的遭遇 他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 支持了一系列社会运动 奥本海默身边的人 比如他的妻子 弟弟 弟媳 房东 学生等 都与红色势力 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他的前女友塔特洛克 更是一名红色势力的资深成员 以上的种种经历 很难让军方相信 奥本海默是可靠的 但格罗夫斯对此 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他认为 奥本海默是领导实验室工作的 最佳人选 放言整个世界 奥本海默或许不是 最顶尖的那批人 但在美国 奥本海默是最早接触量子力学 且颇有建树的人物 他学识渊博 又对设计 建造原子弹的理论知识 了如指掌 同时奥本海默人脉很广 又具有科学家身上 少有的组织能力 在这样一项牵扯到物理 化学 工程学 冶金学和军械的 大型化学科计划中 奥本海默的材质极为重要 所以 假如让海森堡等人 造出原子弹 跟盟军来个鱼死网破 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 美国一定要先于德国 研究出原子弹 终结掉战争 阻止这场灾难 出于物理学家的使命感 奥本海默接下了领导 曼哈顿计划的重任 当然 也不排除奥本海默 是出于对原子科学技术 应用的好奇心和冒险意识 无论出于哪种动机 奥本海默 都是在冒着毁灭世界的风险 拯救世界 奥本海默曾说过 德国原子弹计划的 负责人海森堡 是他见过最直观 了解原子结构的人 可意外的是 德国的原子弹研究 最终失败了 奥本海默在指出 德国优势的同时 也提到了美国的取胜之道 那就是德国 不能完全信任 犹太义科学家 也不能给海森堡 提供足够的资源 德国原子弹研究的进程 也印证了 奥本海默的猜想 德国实行的政策 让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 离开德国 远走异国他乡 比如爱因斯坦 波恩 费米 德拜 薛定厄等 留下的科学家中 有不少人担心德国 率先造出原子弹 于是在研究中 选择不合作 或故意拖慢进程 普朗克的弟子 瓦尔特·伯特教授 就因为反对德国的做法 被解除了 海德堡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就连首席负责人 海森堡 都被怀疑是 德国原子弹计划的内鬼 海森堡在计算 原子弹临界质量时 出现了重大失误 没有把中子扩散率算进去 结果算出 完成原子弹爆炸 需要几十吨的U235 实际上 只需要几十公斤就够了 因为他是20世纪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当时并没有人 对他的结果提出质疑 军方拿到这个数据后 认为几十吨U235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没有对此加大投入 这让德国的原子弹研究 被拖延了两年之久 对此不少人猜测 按照海森堡的水平 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海森堡是不想让德国造出原子弹 才故意算错的 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 海森堡之谜 就成了20世纪科学史上最大的谜题 而且在资源投入和研发投入上 德国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比 德国给原子弹研究 批了1000万美元的预算 而美国这边则投入接近20亿 是德国的200倍 到了战争后期 德国的各种科研资源都出现了短缺 盟军的轰炸让德国人难以招架 为德国原子弹研究提供原材料的公司 比如林德公司 西门子公司 布林实验室 洛伊纳公司等 都受到了盟军飞机的重点观照 这让德国无法稳定地为研究提供材料 德国自身出现问题的同时 盟军也在不断展开行动 干扰德国的原子弹研究 德国人认为 石墨反应堆是可行的 盟军情报人员就往石墨里缠入杂志 让石墨不纯 结果就是德国科学家认为 石墨不能作为减速剂 转而将目光放到了重水上 1942年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盟军将军们 制定了破坏德国重水化工厂的计划 名为燕子和枪手的突击小组 成功潜入并炸毁了 德国位于挪威的维莫克重水工厂 在沉闷的爆炸声中 德国耗费数年建成的重水工厂陷入瘫痪 450公斤重水白白溜走 大大延缓了德国原子弹研究的进度 不久后 德国人修复了维莫克重水工厂 并计划将生产设备和储存的重水 运到德国本土 盟军截获了这一消息 1944年2月20日 盟军突击队员再次出击 将满载重水和生产设备的 海多罗号轮渡 炸毁在了挪威的岩斯甲克户上 失去了原料 德国的原子弹梦彻底破碎了 我们将目光移回曼哈顿计划 想要把原子核裂变理论 变成军事上可靠的原子武器 就必须克服从理论到方法 以及材料 技术工艺等种种难题 这是对人类材质的极大挑战 奥本海默告诉军方 想要造出原子弹 就必须集中一流的科学家 和最好的设备在一个社区内 根据奥本海默的建议 美国当局迅速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 建立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1943年时 有4000多名研究人员 进驻到洛斯·阿拉莫斯 到1945年时 洛斯·阿拉莫斯的参与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6000人 其中不发费米 波尔 费曼 冯 诺伊曼 等大师级的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掌握着整个实验的进程 他鼓励科学家们 大胆讨论原子相关的科学问题 根据一名参与和研究的物理学家回忆 科学家们甚至不如 奥本海默清楚自己的工作细节 很多问题都是依靠奥本海默的决策 才能取得突破 随着实验的进行 奥本海默在科学家和职员之间的 威望越来越高 诺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云集了诸多科学界的精英 被称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营 奥本海默被称为是集中营的营长 奥本海默的人格魅力和组织能力可见一斑 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经过诸多科学家业以继日的研究 曼哈顿计划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1945年7月 美国准备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哥多附近 进行世界上首个人工核爆炸 奥本海默给核实验场起名为三位一体 这一名称出自英国玄学派诗人 约翰·多恩的圣十四行师 也有人认为 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1944年 因抑郁症自杀的穷塔特洛克 因为两人相恋时 塔特洛克曾介绍多恩的作品给奥本海默 在曼哈顿计划进行的同时 奥本海默一直没忘记去找塔特洛克约会 而塔特洛克的身份 也让军方怀疑原子弹计划是不是泄密了 因为在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中 美国发现不只是德国 就连苏联和日本也有相关的计划 苏联通过各种组织和间谍活动 掌握了美国大量的核情报 曼哈顿计划属于绝密 甚至在曼哈顿工程区工作的15万人中 只有12个人知道全盘的计划 连美国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道 罗斯福离世后 杜鲁门成为了下一任总统 手下这才将曼哈顿计划告知杜鲁门 就是这样的绝密情报 苏联却早已知晓 原子弹试报成功后 杜鲁门向斯大林炫耀 称美国已经造出了一种破坏力 难以想象的新型炸弹 斯大林只是漫不经心地表示 知道了 杜鲁门一脸疑惑 还以为斯大林是老土 不懂得什么是原子弹 实际上 斯大林早就了解美国正在研究原子弹 甚至比杜鲁门更早地知道曼哈顿计划 苏联有情报 也有研发原子弹的实力 但苏联被战争束缚了手脚 作为德国的主要进攻目标 苏联将大部分力量投入到了苏德战场 以至于原子弹计划以拖再拖 直到战争结束三年后 才研制出了原子弹 日本有研究原子弹的计划 不过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向来存在冲突 陆军率部先建立了原子弹方案 并强占了大部分的核科学家 但陆军部却认为原子弹根本造不出来 海军部紧跟陆军建立了相应方案 始终没有放弃研究 奈何资源有限 科研实力又太弱 无法推进项目 我们把目光回到进行三维一体的核实验当天 7月16日 人们将名为小工具的布弹 悬到30米高的铁塔顶端 炸弹引爆前 奥本海默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在最后的几秒钟 他屏息静气 扶着柱子稳定自己 双眼紧紧地注视前方 随着广播员喊了一声 No 世界首媒核弹引爆 试验场瞬间强光四射 随后传来了爆炸的低吼声 紧接着高达12.1公里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人们在160公里外都能感受到大力的震动 爆炸结束后 一个直径76米 铺满玻璃石的巨坑浮现在众人眼前 数据显示 小工具的爆炸当量约为2万吨TNT 曼哈顿计划成功 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从那一刻起 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奥本海默在1965年的电视广播中回忆到 有的人笑 有的人哭 但大部分人沉默无言 我想到了印度教经典 伯家反弹中的句子 我现在成了死神 世界的毁灭者 8月6日 飞行员保罗·蒂贝茨 驾驶着B29轰炸机 向日本广岛投下了4.4吨重的原子弹 小男孩 广岛70%建筑被瞬间摧毁 7到8万人当场丧生 但广岛的事件并未让日本接受波斯坦公告 日本一边极力掩盖广岛的真相 一边寄希望与苏联调停 8月9日 美军又在日本的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第二颗原子弹代号胖子 是一颗比小男孩结构更复杂 威力更大的炸弹 长崎当日便死去了6万人 日本政府再无抵抗决心 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随着广岛和长崎被轰炸 曼哈顿计划公诸于世 奥奔海默也在全国成为了科学的代言人 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科技力量 他出现在生活和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面对鲜花和荣耀 奥奔海默的心情是苦涩和复杂的 当目睹原子弹爆炸后 世界末日般的场景时 他体会到的不仅是成功的喜悦 还有对未来前景的恐惧和担忧 潘多拉摩河被打开后 人类生命价值受到的威胁 就不是科学家们所能掌控的了 尽管杜鲁门告诉他 你不过制造了原子弹 下令投弹的是我 但奥奔海默还是难掩心中的自责 他对着杜鲁门脱口而出 总统先生双手沾满鲜血的是我 这句话引起了杜鲁门的不满 因为他最欣赏的是飞行员 蒂贝茨的态度 蒂贝茨投弹归来后 杜鲁门接见了他 双人站了足足十分钟 杜鲁门率先开口问道 你是怎么想的 蒂贝茨的回答干脆利落 总统先生 我想我完成了任务 杜鲁门一拳砸在桌子上 你做得非常对 是我派你去的 如果有人为难你 尽管告诉我 相比之下 杜鲁门觉得奥奔海默过于软弱 最终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虽然杜鲁门很不爽 但鉴于奥奔海默 在曼哈顿计划中无可替代的贡献 杜鲁门还是在1946年 亲手为他颁发了最高平民荣誉攻击勋章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曾积极推动美国原子弹事业 支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奥奔海默 竟然会摇身一变 成为了美国核武器事业的绊脚石 在原子弹还未研究出来时 不少科学家就萌生了中断研究的念头 因为在1945年5月8日 德国战败投降 海森堡等人再也没有机会造出原子弹 世界的主要威胁解除了 那么美国还有没有必要继续造原子弹呢 奥奥奔海默和陆军部的看法是 曼哈顿计划要继续进行 德国虽然投降了 但日本还在浮于顽抗 美军相继攻克了硫磺岛和冲绳岛 日本非但没有投降的意思 反而叫嚣着要一亿欲碎 与盟军进行本土决战 经过战争评估 美军得出结论 登陆日本本土作战 盟军需要付出大约100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 而这些代价是可以通过原子弹避免的 原子弹将向日本展示神圣的可怕力量 一次 两次 三次 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这也是原子弹计划继续推进的原因 但在日本被核爆后 奥奔海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战后 奥奔海默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 奥奔海默身居要职 却与爱因斯坦等人一起反对美国实质清淡 他们认为这样会引起军备竞赛 威胁世界的和平 怀着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 奥奔海默满腔热血地 致力于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他主张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大国交流和情报 达成相关协议 在面对记者时 奥奔海默坦言 指责或赞扬都不能使科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 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知识本不该拿来使用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紧张气氛中 奥奔海默的立场立刻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 他与塔克洛克的婚外情被揭露 他与红色势力的关系被怀疑 在研究原子弹期间 奥奔海默还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去探望 患上忧郁症的塔特洛克 并在他家中过夜 同样是在研发原子弹期间 奥奔海默因为过去与红色势力敏感人物的关系 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曼哈顿计划安全部的调查 只是当时格洛夫斯认为奥奔海默对计划太重要了 不值得因为这些可疑行为将他提出 可到了战后 奥奔海默不出意外的因为早年经历和主张被指控 指控内容包括与境外势力合作 包庇苏联间谍 反对制造清淡等 1953年 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以他早年的政治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清淡为罪状 对奥奔海默进行安全审查并吊销其安全许可证 他们甚至怀疑奥奥奔海默与苏联分享情报 犯了叛国罪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奥奔海默案件 在此期间 爱因斯坦党人多次在报刊上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奥奔海默 在听证会上 大多数科学家都指出 因为对核政策持不同意见而受审 是对民主基本原则的践踏 审查的结果表明 奥奔海默并没有对国家不忠的行为 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还是裁定他不应该接触军事机密 并剥夺了奥奔海默的安全特许证 奥奔海默的顾问身份结束了 一同结束的 还有他借助原子能来寻求国际和平的政治理想 被解职后 奥奔海默来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所长 美国科学界普遍认为 奥奔海默是麦卡锡主义下的牺牲者 认为他是一位因不拘一格而被好战的政治对手冤枉的自由派 是科学创造力从学术转移至军方的象征 肯尼迪上台后 决定以颁发费米奖的方式为奥奔海默平反 这是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项 肯尼迪遇伺候 由继任总统约翰逊为奥奔海默颁发了费米奖 恢复了奥奔海默形式上的名誉 原子弹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有人认为原子弹是恶魔的武器 给世界带来了毁灭 也有人认为原子弹反而给世界带来了和平 自曼哈顿计划成功以来 关于原子弹的争议从没有停止过 但谁都不能否认 奥奔海默制造出这种灭世级的武器后 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二战之后 冷战接踵而至 美苏两大战营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对抗 冷战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全面的军事斗争 正是由于双方都掌握了原子弹 这种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武器 在互相毁灭的格局下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 也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没有了全面战争 两大战营开始在其他方面互相较劲 双方几乎是不计成本的 投入军事、航天、科研等领域 只为超越对方 证明自己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 在此背景下 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各行各业飞速发展 科技水平土飞猛进 人类文明大步向前 冷战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良性竞争 是令无数普通人都怀念的黄金年代 可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却坐在了核战争的火药桶上 诸如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 时刻在提醒着人们 文明的毁灭可能就在下一秒 这就是原子弹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这就是核武器与生俱来的矛盾性 冷战已经结束 但时至今日 地球上的人们仍在享受着核武器带来的稳定 最危险的武器反而带来了最长久的和平 核武器固然可怕 但武器如何使用 关键还在于人 就像奥本海默身负原子弹之父的名号 但他本人也绝不是毁灭的代名词 奥本海默一生中所追求的是什么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此做了精彩的阐述 在工作和生活中 应互相帮助并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应该保持好我们美好的感情 和创造美好感情的能力 并在那遥远的不可理解的陌生的地方 找到这个美好的感情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认为原子弹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奥本海默是否应该为研究原子弹而内疚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附上自1945年起 世界各国的原子弹数量变化 我是施密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